陳洪榮先生,我們問老師 有關木梅菌跟米坑繁殖的方法 包括水幹木梅菌的比例 需要幾天的時間 繁殖後會稀釋倍數 包括一個殉狀牙包感菌 或者是孤陶感菌、黑漿菌、農林菌 可以刺方式繁殖菌體嗎? 謝謝 這個木梅菌,我們用米坑繁殖 這就是其實這種叫做固態培養 這是阿婆個人推薦的方法 我說我負責 因為我感覺這樣好用 所以我就跟他說這樣好用 但是這種作法有一點廢棄 所以很多是都泡在水底 我個人有試過木梅菌在水底 這種方式就是說 你如果打風透氣性很好的 是這個上司還可以 但是它的一個效果 不然說很好 我個人的看法 這純粹是一種 我自己去做一個 稍微的一個 這個筆對做出來的 不是說用這個水去 用液體液態培養去 培養木梅菌就不好 不然還沒有這樣說 就是說它跟米坑比起來 感覺米坑在用的效果 比較好 我們一般這種 這個米坑的一個筆勵 我是都建議就是說 大概就是這個1比100到1比200 這個差別在哪裡 因為木梅菌剛開始那段時間 比較難控制 所以我們如果有蒸 比如說你用蒸鍋 把米坑蒸過 蒸過之後你更用這個木梅菌 其實這個如果這樣做 有蒸過來做這個木梅菌 甚至可以拿去賣 我是覺得說 當然我們在用就沒那麼飛去 所以你就是 當然如果蒸過它 就比較沒有雜菌汙染 這個效果就比較好 不然我們就是一倍一倍 所以你大概就是 1比200到1比100 這個重甘 就是說一公斤 你可以用到200 用200公斤的這個 一公斤的一個筆 用200公斤的米坑 所以說我要比較多米坑 要比較多一點也可以 但是你不要一次 一堆米坑要用 那種蒸過木梅菌 我們通常就是說 我先用這個 1比100 對不對 還是說1比50 甚至1公斤用10公斤 我先做一蒸過 那時候是不是睡很多 10公斤的是不是很困難 你現在這樣是不是就 到10公斤的一個昆布 我們這個原菌 應該我們那種原菌粉 現在做出來就是這個 你可以拿它來做你的菌 你的鋼肉這樣就對了 現在這個東西 你再把它放大 我們剛才說1比100對不對 你這樣是不是10倍 現在來又10倍 是不是就100公斤 你這樣做到100公斤的成功率 和你1倍到100公斤效果比較好 所以你如果要用比較多 你就是像剛才說的一個方法 這1比100在做是說 不用太悔氣 因為你1比10做兩倍 這樣當然是比較費工 但是這個做出來的品質 一定比你用1比100 這個效果比較好 所以這是一個我們法官的一種做法 因為米香是一個全營養 普通都這樣說 它是一個全面的營養都有 米也有 蛋白質 還是一點點的脂肪 還有碳水化合 差不多這個五大營養素裡面 這個有的這些東西 它都有 所以它這個全營養 所以它在發這個困 其實是真正是不錯 當然對於我們發困不好 對其他那些10困 它也是算是很營養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如果是把它控制好 這起來這個效果是還不錯 所以通常 如果是1比100的這個 我們現在用說1比100的這個比例 就是說 我說我把它用這樣差不多 這個日數 這個工數差不多在這個 如果是 從現在這種溫度 差不多要28天 現在這種溫度 它的效果又比較好 那如果比較熱一點 也對著這個溫度 如果有時候兩禮拜 如果大熱的時候差不多兩禮拜 所以一般我們只要21天做這個基礎 也不一定要這樣 因為它有一部分先發起來 發起來之後我們再拿下去 用在餐廳它也有作用 所以不一定就是幾天 但是21天是一個人理工還不錯 你如果是要賣 你如果是要賣 可能就要21天 它發出來那個味道 或者是這個米空的品像 都很漂亮 大概是這樣 這個糖味 這種 要用這個 一般這個水 就是說米空我們用的時候 不一定要用糖味 你如果用1% 1%就用1%糖 因為 這個1%糖下去 它的速度會比較快 有的人是會這樣做 但是那個大概 我們平常 用1%糖 這是一個 這種都是一個經驗值 就是說 我們這樣用就感覺效果不錯 你試試看 你還可以再拿到 比較好的這個方式 至於說這個東西 這個水要多少 因為我們這是固態培養 所以這個米空 我們在敲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米空要先用水 你如果要沾糖 在這個時候你就要沾下去 把它敲敲敲 敲到水是慢慢加 敲到什麼程度 很簡單你就是把它抖下去 抖到你的手的時候 這個手這樣按下去 手稍微按下去 用一點點輕微的力量 像我們的蝦子那個力量 輕輕地按下去的時候 有看到這個蝦子這樣 按下去 你會看到它那個 蒸頭旁有水 但是不會滲下來 那水又要滲下來 但是不會滴一滴這樣滴出來 這種的一個水分大概65% 這含水大概65% 60左右 不要超過65 因為那有時候 這都是一個估算子 有一點有差 那這種的這個就是油水分 還有透氣性 所以這個做出來 困最好 這困木媒菌 怎麼不能沒有水 這種情形 它的透氣性很好 所以發酵的效果很好 所以這幾天 在費用 剛才說21天 28天 也有14天 你問我 你實在亂 14天到28天 那對一天是最好的 其實不一定 有時候你的水 如果掉了很多 它發酵的速度 就不一定 這樣掉了那個時間 掉了太多 它也有可能 發酵的加班 所以如果是在這個 適當的這個情形之下 21天就是已經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這個 在工廠裡面 在工廠裡面 我們把這個環境 控制得好 十分也都控制得很好 十四天 我就出貨了 這個溫度 這個木銘菌可以 搞這個 四十二度 這些都沒有什麼 這樣的困難 所以你 在工廠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來做 處理 所以這大概是這個 這個 這個C4 就是說你用完 這個C4的一個 很簡單 就是說 簡單來說就是說 你在工廠的時候 我們一包的一個木銘菌 大概可以用到兩分地左右 所以你要用比較多 不然我們自己做的 所以你可以用比較多 那基本上 你C440杯也不會去把它收到 整個鋪下去也不會去把它收到 所以你在用的這個量 就變成我們自己的一個 這個 我有多少這個本錢 例如說我一分塊 一分塊 我可以用到 這個240公斤的米空 我們在用 我說你240公斤是怎樣 算出來 八包 八包是十包的一個 尤其肥的這個量 其實那個本錢很重 這包米空 三十幾公斤 現在差不多十三公斤 所以 其實算起來也還好 所以你如果說 要把它當作 尤其這個肥料來用 哇 這個肥料就沒那麼多 因為這個不會去收到 所以 這就看我們這個 要投入的是什麼 他這個我們在用 這種 種植芥末的時候在用的 像我種鋪鋪那時候 因為鋪鋪鋪鋪 所以不知道要用那麼多 所以都是要種那個 這個鋪鋪 我們就是那個鋪 就是用手 鋪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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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起來 那也沒說幾杯 所以 大概我們在用的時候 木霉菌來說 如果是固態培養 我們是這樣的做法 所以 給你做參考 這個 這個枯草鋪鋪 還是殉狀 鋪鋪鋪鋪鋪 這個部分 黑漿菌的一個方式 是和木霉菌 做法是一樣 但是黑漿菌比較麻煩 就是說 它更好氣性 更比木霉菌更高 所以 做這個黑漿菌 一般來說是用在來米 這個去買水米 可以用煮的 有人說 用煮的 用蒸的最好 不然你就是 這個水 我們 這個通常 我們煮在來米的時候 煮起來要一粒一粒 不能給它結尾圓 結尾圓就打工去了 所以我們煮起來就一粒一粒 所以最簡單 用電鍋去煮 這個水就是 這個和米的一個 一半量 比如說我三公米 三公米 我就用一公米的水 一粒一粒就好了 稍微一粒一粒 那煮出來 那個飯 那不叫做飯 那很粒 一粒一粒 哇這個最好 那有把它蒸煮過去 我是覺得用蒸就比較好 這 之前有老師說 用這個電鍋 我是覺得用蒸 在家人要用一個 像蒸水餃 做蒸餃那種 因為我們都有在吃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很方便 那你把它蒸 因為蒸起來 蒸氣的溫度比較高 比在電鍋裡面 美菌的效果比較好 因為黑漿菌有一個很大的 快點就是說 它初始 它剛開始的時候 它很弱 它跟人競爭競爭不過 這個米是好料的 所以通常是 你如果是可以拿到 這個材料米的測米就比較好 我們國家的個人 以前都用白米 太可惜 其實也不是說太可惜 這個營養不夠全面 不過有 一種說法是說 它這樣比較不容易雜菌污染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可以去評論的解決 所在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改善 所以這個 木霉菌的方法 和黑漿菌是差不多 至於熔林菌 枯草鑑菌 和殉狀 蛙泡鑑菌 這種都是細菌 所以這個 他們的方法 是一樣的 你如果發過之後 就變成 在營 你如果比較會怕 因為你可能有 譬如說糖米 還是什麼 還是說怕處理得不好 你泡五十杯來用 都沒有問題 一百杯當然也會晒 那是最重要的 這個東西不容易受傷 因為我們 這個困的活性很好 你如果覺得有更加劑 這個東西 不然它下去 那個瞬間 像在開殺手 這樣 鑑菌的活性很強 所以 這大致上 我們的用法是這樣的 所以至於這個倍數 就比較沒有 因為這含化學肥料 比較不一樣 發肥料 你會泡得重 去想到 還是說 我們做這個發酵液肥的時候 它的發酵不完全去想到 其實這個困 因為它的菌數有夠 所以如果 大概有一個時間 移動想到 可以做得很好 這個就沒有問題 做這個有趣 可以 我們電到一些 鑄療 你參考看看 有時候為了要經過這種 木霉菌真的不難用 但是 它很垃圾 很麻煩 很麻煩 這個地方就是 要用到好用 它有一個很大的量 你如果是純粹 都要買菌木霉菌 你會買得到 這真的 我告訴你 就是 所以我們 都怕得到 所以 我們不敢買那麼多 對不對 因為我們買得到的 就不用做 但是因為買的量不夠 所以那個菌數量太少 所以我們是可以自己 收拾 它不會用過 它的效果就很明顯 當然 有時候就是 我們在營的時候 因為你的菌數 就已經 現在已經比較好 所以 這個菌數 就已經有一個效果 但是 如果是說效果 很明顯 看得出來 因為這個木霉菌 在土壤裡面 它可以讓我們 這個 纖維分解 還是什麼 所以它叫做木霉 在茶上面的 這個 所以 一些這個 木質素的這個東西 纖維這個東西 它都很容易 也稍微分解 所以這 就變成是一個 對土壤是一個好處 所以它這對到一些 這種 利菇斯核菌 甚至 現在就是說 有這個 白菌病 還是菌核病 這類的這個東西 就用一些木霉菌 實際上是有這個效果 就是說 我們直接用 那個龍蝦菌 那些 效果比較不一樣 那些 獨特的明顯 這個 你要是說 可以發過之後 再用 這個效果很好 這樣真的好比 有用過 一直都覺得很不錯 這給你做成 好 來 6338 來 好 還有 對 老師 它的那些 其他的那些要補充嗎 就是殉狀 還有那些 龍靈菌這一類的東西 有需要補充嗎 這個 他這個方法 這剛才說 這就是 他在發的方式 就是用水 百分之五 這是一個最簡單 你如果說要培養 要做一個 這個 通常你就是 在了糖 我們糖 這個叫做活化 就是說 讓他的這個 他原地是小麵包子 讓他 挖起來 這個糖不能太多 因為太多來說 他就一直吃這種東西 這個蛋糕在頭上 他 進去之後 變成一種障礙 他會 比較容易受傷 所以 我們不要讓他這麼多 這個 營養來源 都好就好了 但是我們如果是要養菌 我們是要把這個 困難給他變很多 這個 要 培養來培的時候 你就是要有 這個 有蛋白質 有炭源 炭源就是糖 一般都會加一些微醇 這是你可以去培養 要搬起來 就另外一種 做法 我們一般來說 還是比較建議 說 不要複雜 因為你如果他 營養來源 蛋白質 炭源 都很成功 的時候 不是跟我們這個困難 有那麼多 這其他的十困難 會很快 這原因就是 這十困難 他的速度會很快 因為我們設備不太好 鋼鳥有他們的設備比較好 所以就比較沒有雜菌 說沒有雜菌 鋼鳥就是雜菌汙染 每天都在戰爭 這個得理就是這樣 我們自己在做 就是我去買一順 再把它用掉 我再買 再把它用掉 再拿一順 再把它用掉 你用一包 可能這個效果就是差不多 因為你比較工夫 你比較工下去 所以可能有兩包 三包的效果 所以別人在用 就覺得不錯 你用的感覺就比較好 這是在我們漢田 在大區 可能很明顯 比較有差別 但是我們很多好朋友 跟報告說 我告訴你 時間算得到 效果都很好 這幾位 很得利的 就是說我們在用困 比如說這陣子 有稍微十五米 肚子稍微淡 我們困下去的時候 你也不用去發 也不用計工 什麼 之前一天去行進 那是古早時代 我們現在 困索十五次方 六次方就在買了 現在都想八次方 五次方到八次方 是什麼概念 差三、六、零 剛剛差一千倍 我們現在一包 是以前一千包 你跟我說這樣 你就可以去發 不用 不用那麼麻煩 而且我們現在 都有保證 我們在說的 八次方 所以有時候很好 奇怪 我也是去買北種的 那裡 那裡沒有糖 那裡 有時候是他們的 品質的 穩定的 當然 他那個菌不知道 什麼菌不知道 我們現在是很清楚 知道 我們用的榮林菌 楊秋中 楊老師 採算出來 這很明顯 我們就知道 有人說 他可能老師拿這個 三菌 四菌 讓我們用 楊老師說 一百就要把它推起來 所以他認為這裡 三、四百種裡面 他認為這種最好用 所以 這個已經 楊秋陽老師的判斷錯誤 這個我們發現 他沒有判斷錯誤 所以這個 部分 我們一定 都很穩定 就是說他的菌 菌種的選擇 比如說像這個 美燕菌 這個 黃副院長 副校長 這本來是院長 現在副校長 他才算出來說 不然你這個拿去用 這個是我比出來裡面 感覺這個最好用 當然有可能我們當初最好用 有些做法不一定 那些好用 但是他刺很多行 我們現在刺很多行 之後 也感覺說他不適用 所以菌種本身的一個 筛選 其實比較困難 要試那個困難 真的是不困難 地匯要賣 要賣 因為要有這個 菌種純度的一個問題 他的困難度 是他在這裡的地方 我們如果自己要用 拿來的這個都會用 絕對你有做這個工作 絕對有這個好處 但是因為 現在我們很多好朋友說 我特地在補農林均 我也沒有在那裡 我拿去 我就拿去 這個水不夠 土腳不夠 淡濕 就沒問題 變成像這個 我們的水產 金粉就有用 有拿過 沒拿過 沒差差 真的沒差差 所以這在這方面 你每次了解一下 這讓你做參考 在這個方面 如果有困難 還有保持聯絡 隨時你這個問題 豬肥要保護不知道 我如果知道 我都會自己說 很多人說 你們這個工廠 就是割那個生物 我說我們割這個生物 走到要死了 我告訴你 這個東西 你去買一本擠 叫做食品加工 一本擠 裡面有這個發酵 發酵裡面有一個 教你怎麼做酵母菌 怎麼做 裡面這個生物很清楚 甚至 它是什麼困難 哪一個菌 你還可以用什麼原料 什麼東西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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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這些東西 都用得清清楚 你踏就去 那些複雜 你只要這樣做 當然你還可以自己調整 說這行什麼 比較好 譬如說我們抓到 這個維他命B 的時候 可能在榮林菌裡面 對 微量要比較多 有的人說 你自己的重點說出來 那個不差 對不對 這個榮林菌最困難 就是這個原菌的篩選 再來就是 他的這個 要讓他包子化 要讓他 為菌疫的時期 要強迫 要讓他休眠 要讓他很穩定 起來的時候 可以產生很多 這個休眠包子 這比較是技術 春的都不是技術 春的在我中間看起來 不然都可以給你 可以自己去賣 這個 這個菌疫 這也沒關係 只要你有食肥 所以 這是大家的傻味 就是說 這個領域需要更多人來參與 我們這個土地 有很多 這個 這個 台東社會人 可以去接受 這種 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可以 減少 可以減少 減掉 很多 化肥料的 這個需要 沒有影響到 產量 沒有影響到 品質 你想想 這對我們這個社會感不好 所以 我們在電台 十幾年來 我們一直在做這個工作 這個原因是這個 因為 電台可以 有一點點 收集以外 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一直在說 這是一件 對的事情 包括楊老師 請請也在說 現在是我們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他說 這件事情我們做的是對的 所以 所以我們做得很快樂 我相信 一件對的事情 聽說北京絕對 不會開台灣 你也不用煩惱 所以 你如果是對這個有趣 大家沒興趣 我希望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這個方法 那個時候 換補給你學這樣 你不小心 我相信 那些事情 我相信 你不可以 不可以 我相信 有些事情 你不可以 有一點點 你不可以